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天宫用法仍未找到 这可怎么办 要说有谁知道天宫的用法 只可能是灵通长老了 灵通长老 可能吗 我听说翡翠谷最有知识的人就是灵通长老 他学士渊博无所不知 如果能找到他并问出使用天宫的方法就最好了 现在只能去找灵通长老试试看了 那好 我们这就去找灵通长老 喂 你知道灵通长老在哪儿 不知道 所以才要找吗 他住灵石山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灵通长老 你认识灵通长老 不认识 怎么可能 你刚才说的这么肯定 你一定认识灵通长老是不是 谁认识那个脾气古怪的老头 明明就是认识 得得得 我认识 我认识行了吧 这就对了 那你带我们去吧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不能见他 为什么 总之就是不行 我只能告诉你们他在灵石山 让我去见他 绝不可能 少林仙 有什么难处和我们说说 或许大家都能帮你解决了 陛下 实在抱歉 莫名其妙 无忧 小林仙可能确实有难言之意 既然不愿意 也就不要勉强他了 我虽然大致知道灵石山的方位 但这一路艰辛还是要靠你们自己了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孩子们长大了 孩子们 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幽风国的军队 务必要当心 长老您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军宝 这次小林仙不和你们同行 你们两人更要相互帮助 您放心 这个小林仙 要走了也不来送送我们 谁说我没来送你们的 为什么不早点来 是为了准备这个 你们看 这是去灵石山的地图 没错 虽然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但是地图能帮你们顺利找到灵通长老 那我就收下了 还有几点注意要说 注意 你们看 你们看 上面有一片标着叫黑森林的地方 你们去灵石山千万不能进入黑森林 黑森林是个可怕的地方 里面曲曲折折令人迷失方向感 里面的植物大多有毒 是不能吃的 最可怕的是有诡异的生物 会吓人的 不过也不必担心 你们顺着我标的方向前进 黑森林是不会进入黑森林的 那说他干什么 金宝哥哥 千万不要怪我不能和你们去 没关系 我们会努力找到灵通长老的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好消息 李陆平安 注意安全 目标灵石山 出发 等等我 灵石山 在去灵石山的路上等着他们 大人 您怎么知道是灵石山 我潜入陛侠国的时候 听到他们说什么灵通长老 那老头就住在灵石山 大人英明 别废话了 行动 这天宫到底归谁还说不定 可恶 壁画虽然画出让水晶吸收能量 可这过程却一点没提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抢夺天宫上 我要变得更强大更强大 军宝 你都盯着地图看一路了 看仔细点好 不然走进了黑森林想出都出不去了 别太担心 黑森林离我们还远着呢 谁说的 前面不远就是黑森林 找什么 蘑菇 你都吃一路了 没到临石山 蘑菇就都吃完了 我看你怎么办 不是还没吃完吗 真拿你没办法 嘴里丢了东西就别说话了 小心 用上剑 距离太远 没法跳过去 先下去再说 用绳子 不用绳子 边上有凸出来的小石台 能跳下去 还是用绳子 我先走一步了 不用 军宝 你这姿势可不怎么美光啊 安全第一 冷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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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快走 好啊 你骗我 不然你怎么下来这么快 再看你刚才下来的姿势 太逗了 笑什么笑 幸好到目前为止 还没遇见冷心的阻挠 说的也是 我一路上去了它还挺寂寞的 无忧小公主 听说你想我了 君宝 我是缓天了 还是冷心真来了 小公主 我也想你们了 不过 我更想你背后的天空 你休想 陛下之光 谁到 谁到 君宝 无忧 别鲁毛 还是我们的小王子明白道理 只要我一声令下 这乱石可就砸下去了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都不敢想像 冷心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只想和你们做个交易 乖乖交出天宫 我就让你们毫发无损的离开 怎么样 做你的白日梦 那我就让梦变成现实 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给我扔 哇 哇 啊 啊 啊 怎么样 教不教天宫 啊 小侠 那就别怪我心狠了 軍宝快走 别往那边跑 再往那跑 咻 大人 要是让他们逃了怎么办 是 闭嘴 我能让他们逃走吗 传令下去 研制山剑四处寻找 要是找不到也不要惊 因为他们逃跑的方向是黑森林 是 我都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能从黑森林里走出去 还好 天国安然无恙 这是哪里 如果没猜错的话 咱们闯到黑森林里来了 那还出得去吗 先不要慌 咱们还有小林仙给的地图 大致方向是清楚的 拿石头干什么 我们出去就靠它了 靠它 用石头摆着路标 一点一点前进 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天快黑了 咱们得收火取暖 火球要点起来了 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找了找了 要是少林仙在就好了 就是 那点火的事比现在的容易多了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担心的话 不去找他们吗 很多事情是逃避不了的 长大了 就该去面对了 再说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小丽仙 小丽仙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去找他们 没了我 他们怕是连火都点不着呢 吃吧 在黑森林里转了两天 就剩下这两只蘑菇了 跟没吃一样 谁让你一路吃那么多的 都快到临时山了 谁知道又进了黑森林 冷心 我要你好看 先走出去再说吧 吃都吃不饱 哪还有力气 吃不下了 给你 困了困了 明天再说 我要吃蘑菇 蘑菇来了 蘑菇 蘑菇在哪 不要 你是饿晕了 现在要努力坚持 尽快离开黑森林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你懂吗 明白 好可怕 朝这个方向出发 朝这个方向出发 柠檬 好可怕 港本 突然在访终 好哥 非 啊 r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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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辈 救命 啊 哦 快走 君宝 君宝 怎么办 不用 接住 别慌 快走 君宝 完蛋了 千功 用千功 好险好险 君宝 君宝 为什么瞎跑 你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我不是要早点走出去吗 你说什么 你要是煮点事情怎么办 那也不能坐在这儿饿死 是谁一路上吃起来没完没了 是谁猫猫蹭蹭的 结果被冷血剪个车掌 你还说 我就说 还没到零食山 求人 慢点吃 慢点吃 吃起来的虽然没味道 但是能吃就成 我的小老朋友们 你们怎么来到了这里 还饿成这个样子 都来的 求人 这可是黑森林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黑森林 没听说过 我是想去零食山拜访我的老朋友灵通长老 灵通长老 没错 自从和你们分开后 我就凭着脑袋里零食山的方向 钻啊钻的 然后就钻到了这儿 没错 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这么远的路 难道不觉得孤单 心中有了方向 再加上沿途的一路风景 有趣的很 脸之糟糕的环境也算风景 当然了 你要行行急躁 日式就会束手无策 你要头脑冷静 那一切就会变得有趣 当然了 一点点生存技巧和好心态是必须的 你们看到了什么 花 难看到花 你们说的都对 不过嘛 这束小花叫太阳花 只要被阳光照射 就会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你们就像这朵太阳花 需要一些积极的情绪才能开花 如果你们愿意 我会教你们一点小知识 让你们走出这片树里 愿意 不过嘛 你们得先洗洗干净 嗯 嗯 灵师生 我们来了 等了这些日子还没见他们的影子 不过他们要从黑森林出来 必定要走水路 大人 他们是不是在黑森林中被困住 再也出不来了 也有可能 那我们要不要搜一搜 愚蠢 你进去还出得来吗 大人 大人 派去搜索的人失踪了 什么 随我来 坏了 完成了 这下能做他游到下游去了 多亏了球人 不然咱们肯定出不来 没错 现在该使用球人交给咱们的技能了 军宝 怎么了 不好了 遇上激流了 啊啊... 啊啊啊